大家好,欢迎来到J房之宝,我是J 今天要介绍的主角是玻璃笔,也叫做维尼斯玻璃笔 这是我后来查维基才知道的 不过为什么是叫做维尼斯玻璃笔呢,我就不清楚了 这盒套装应该也买了有两三年了 里面有个纸笔器,上回用了忘记收回来 不知道被丢到哪里去了 买玻璃笔的时候,其实就只是探它特别,还有很漂亮 想要买来收藏,加上想拥有其他不懂颜色的墨水 因此就买了这套装 后来比较平易用钢笔后,发现沾水笔的方便性 因此就比较常用玻璃笔了 其中这墨水是有金粉的,用在钢笔会比较难清洗 用玻璃笔就没有这个苦恼了 而且清洗十分简单 我这次在拿出我的Midoli本子写了这个 那金字是几天前用剩下的金墨字写上的 今天除夕,在我住的乡下有人放鞭炮 我不禁想起年寿的传说 我想,今年村民放鞭炮 大概是想干走COVID-19吧 我希望现在一年里,大家都安安康康的 即兴高照啊 没准备水,因此就用纸巾擦一擦 今天的影片到此为止 谢谢观看,祝你愉快 谢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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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